啊 要崩溃了 快到頂了快到頂了 還有到頂不到400米 我又重新看了一下這個施工通告 這個施工通告是從2019年到2020年的 但是現在的話已經是2022年了 這個地方我不知道什麼情況 我也不知道路況什麼情況 所以先飛一下無人機 看一下路況怎麼樣 我車了一下那邊的海拔 頂上海拔距離我這邊大概還有700米 但是那個彎 足足有18個彎 而且坡度特別特別大 我從底下上來的時候一直掛的是一檔跟二檔 那個地方特別陡峭 看一下那個鎖能不能開吧 能開的話就上去去瞄一亮眼 不能開的話就拉倒了 你要上去嗎 上去 這個現在能上去嗎還是不能上去 上面有 為啥 上面在施工 它是那個地方是準備想搞一個景區是吧 對 它那個說明的話是從2019年到2020年 結果一下推了兩年 上面最開始在修路 我現在在搞那個風力發電 也就是說那邊能不能上去 惠里那邊能不能上去 惠里那邊 惠里那邊我不知道 咱們現在這個地方它是屬於米溢的還是屬於惠里的 惠里 不是 米溢跟惠里的分界線不應該按三級來分嗎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歸惠里呢 沒有啊 分界線在新岸上面一點 哦就是剛才下面那個檢查站是吧 對 我過檢查站的時候那邊就是惠里檢查站 對 行明白了 我看了有1月份有人航拍上面那個花 去頂上拍那個花的視頻 惠里那邊可以上來找 那邊上去 上面在搞那個工程 然後 這個我就想問一下這個鎖 這個鎖的鑰匙在哪 它是不能上我這個 我知道 我這個鎖的鑰匙在哪 這家沒一家嗎 這家還這家 同一家 哦 明白了 謝謝啊 沒有 那是政府搞的工程 它不允許上去 行明白了 它就只能當地的人去惠里吃個酒席啊幹嗎的 可以過一下 像你們旅遊啊那些去問餐 你們去惠里的話一般都走這條路 那邊還有一條 哦 好 我主要說我想去上面 航拍一下上面的霧 然後就下來了 結果我剛才航拍了一下這個路 這個路問題不大 如果說按風機的話 那就不上去了 說不定以後的話 再等個幾年說不定 再等個兩三年才能開 應該可能吧 行 你是掛一檔上來還掛二檔上來的 我不會開玩的學 需要考駕照了 我那個駕照也是最近考的 我連電瓶車都不會有還考駕照 考個駕照以防萬一 現在這兩年開始逮得嚴了 關於這個山我看門是鎖的 然後沒準備上來 然後準備下去的時候 碰到一個遺囑的小姐姐跟她聊天 得知這個門的鎖是她哥拿著的 就是她後面那個男生是她哥 然後我跟她哥聊了一會兒說 我是從河南騎車去西藏的 騎了三個月到這 看到這邊雲海挺漂亮 想看一下雲海 然後她哥把門把鎖給我打開了 現在的話我就順著這個路往上走 因為前幾天下雨 所以這邊有塌方的地方 路況不是太好 從底下他們那個地方 一直繞上去有18個彎 有羊 哇 羊在那個地方 呵呵呵 回應我了 看一下羊在這個地方 我看好多人騎車 帶貓啊帶狗啊帶鳥啊去西藏 我想帶一隻羊 主要是羊它只是四四草 而且餓的話還可以吃羊肉 呵呵呵 開個玩笑 羊這麼可愛 你怎麼捨得吃它呢 這邊有羊 只說明一件事 就是這個山上 沒有老虎 沒有華南虎 我還怕到爬到一個山的地方 突然竄出一隻華南虎 能嚇個半死呢 哇 我遇成仙 現在已經到雲霧城上了 看一下底下 最底下那塊 那塊亮閃閃的那塊 就是半山那塊 就是我昨天扎影的地方 我這個地方現在好冷啊 看一下這邊的路 這個水泥路還好 但是到了這個地方 它也就是三十路 我怪他怎麼打也打不上來 那邊有一個師父 他也是騎摩托士上來的 他幫我推上來了 他是從惠里過來的 惠里這邊的路的話 都是這種好路 但是下去的話我就走惠里 就不走這條路下去了 帶你們看一下這三二五跑得有多快 我實在是沒有加速的 往前走 有一個電視台 如果說是雲霧不厚的話 航拍電視台好像就插在雲霧裡面 宛如天空一般 我來這邊就看那個電視台過來了 想往前走 看一下站在山頂 看那個底下 那邊有幾戶人家 像不像從天上看人間似的 是因為他想在山頂 從天上看 我會不會蒸在海流 我會不會蒸在海裡 我會不會蒸在海水上 我也會蒸在海面 我會不會蒸在海裡 我會蒸在海裡 我會蒸在海裡 又會蒸在海裡 我會蒸在海裡 哇 看一下底下 烟云缭绕的 那个电视塔 就在那个山的顶端 那个位置 我现在的海拔是3300多 那个山顶的海拔是3500多 接近于3600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垂直海拔 还有250 就到达那个电视塔那块了 这边有个标识是小叶杜鹃 小叶杜鹃是花期是3月份到5月份 现在已经过了 我现在的海拔是3400期 也就是龙左山海拔位置最高的位置所在 前面是有一个电视塔 叫着正前方 看一下岩石能不能抓拍到打 因为这会儿风特别特别的大 而且这个梯 你们的友好 我现在的一数据 这边有很多人 都已经过去 我现在的一张 就是这样的 让一样去 都是水晶球的 我们现在的海拔 就是有一个 海拔帘 这边有什么 海拔帘 海拔帘 在海拔帘 我现在就在海拔帘 但是我在绝顶上呆了一个小时 拍了两段原石 鼻涕动得细一把动一把的 这个地方现在正在修那个站道 以后的话这个地方可能会收费 因为这个地方满山遍野的都是杜鹃花 超级漂亮的 关于以后这个收费的门票的话 我个人估计可能门票卖80 紧交车的话那能紧交车再卖80 主要是从底下跑到最顶一共是26公里 之所以说这个假意因为穿西的景区 一般很少有低于80的门票的 至于这个杜鹃花花开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没看到 但是我从网上看到了图片 带你们看一下 这个牛走山的杜鹃花花海 开完以后是多么的漂亮 我说我这个山 比较好 很快 我比较好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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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方这个山 它的名字叫龙走山 走着的走 之所以会有这个名字 主要是会在前方 这条烂楼往前走 那边有个山名字叫龙头山 龙头山后面还有个山 就是梁山的逻辑山 我来的路太烂了 所以我就从这条路直接下 下到惠里